六甲刺三岩龙胡岩的奇笑骂超过三百年历史 是国宝级的神像 不过前阵子被请到台北淡水之后 最近回到寺内却被发现 整座神尊长得不太一样 我们找到奇笑骂神尊的原貌 跟被请回来之后的做对比 之前面貌是百年的烟熏色泽 如今变成不自然的暗黑色 脸庞之前很浮相 现在也感觉到明显消瘦 下巴都尖了 五官眼睛嘴巴都有落差 脸部还有脱落的痕迹 修复师一度怀疑被掉包了 神像前后要貌 整体神韵不自然 网友一看也说 光是眼睛的部分都走中了 那个碰陪的感觉消失了 变瘦了 可能打了漏毒 怎么一回事来到庙里 神尊不在庙内 四方讲说 四方否认被掉包 但看在修复师眼里 认为是被请走之后 对方为方便3D扫描 涂抹不当的药剂后造成的 他要去清除的时候 没办法清除 导致他要用那个外力去把清洁 自然堆叠的痕迹就破坏掉 刺山龙胡言其笑骂 是台南西北地区重要的信仰 以神受报为座棋 因而得名 一到重要庆典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这回被信众请去镇宅 回来之后神韵大改变 庙方不追究 但神尊变脸了 修复师说 这后续的修复才真的是大功臣 东森新闻 黄从群在台南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